大火无情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真实版火岩山 在彰化田中镇有一处木材堆制厂 8号下午传出火警 岩山到现在已经超过40个小时 消防局出动了近百人 前往接力灭火 由于现场燃烧面积接近200平 木材又堆积有四层楼高 导致火势一直没有办法获得控制 再加上水源有限 预估恐怕会持续地闷烧 至少半个月 木材堆制厂起火燃烧 伴随大量浓烟只串天气 多部消防水是盗场 同一时间拉出水线灌溅 从空拍镜头看火势少了夸张 200平堆制厂将近四层楼高 全面燃烧 附近天空被燃成一片火红 火警现场宛如真实版火岩山 火场实在太大 一时间根本灭不掉 燃烧至今超过40小时 火警外返在半号下午2点多 彰化田中中州路一处木材堆制厂 消防局出动近百名消防队员 轮番接力灭火 我整个都丢起来了 不是要跑到冲火了 哦 这么冲火而已 我都收益啊 都收益啊 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一直在闷烧 有可能会燃烧到半个月以上 人力有限水源也有限 火势持续闷收 消防局动用挖土机挖出一个蓄水池 引进一旁灌灌用水 浸潤灭火 火警云仍在调查 不过农烟对空气造成影响 环保局将以空污法对业者开罚 接待种猫的彰化差不多 不过农烟对空气造成影响 那我们来自尽 好